第101集 八国的亮宗王宫之内 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坐在阁中 手里捏着一方白搏 偏头盯着外面大雨滂沱 定定出神 窗外的风夹着雨似吹进来 在机上落下星星点点 这首祭词几天前莫名出现在王宫之中 还有关于顺转式的传言 亦在暗中流传 那个生死缠绵的故事 让一向不似普通女子那般善感的王后 都忍不住哭了一场 雨整整下了半个月 连他都快要相信 上苍未击眠的死落泪了 那个魏江当时被附住 若不是他暗中使人将他松开 又哪里来的殉情 不过他如此隐秘的心思 居然被人看穿了 还为他准备好了如此完美的祭词 此人若是有就算了 若是敌人 不 还有什么敌人比十二乌更棘手 八王垂下眼眸 顶着水杯中自己过早衰老的面容 眼神渐渐坚定起来 来人 黑影一闪 无声无息地落在阶梯下 八王将白驳抛出去 那白驳静飘飘地落在台阶上 将这祭词传出去 令举国上下所有暗影一起行动 另外 王宫内有内贼 捉到了 送到我面前 遵命 黑影捡起白驳 迅速消失在八王的视线中 八王静坐了一会儿 令人将奏剑都搬到小阁中来 王上 丞相觐见 侍者禀报道 八王翻动竹简的手 微微一顿 请他进来 待八王看完三卷奏剑 一名大袍老人拄着手杖 才从回廊里 缓步走近 停在街下 哭哑的声音说 见过王上 丞相请坐 八王割下奏剑 老丞相就未曾走上去 却叹息了一声 唉 老朽不中用了 不敢当王上赐坐 老朽今日来 是向王上请辞 哎呀 丞相 何处此言呢 八王连忙起身 亲自去搀扶丞相入座 他了解丞相 并不是一个行事 没有章程之人 业其行事风格 就算要辞官 也会先委婉地告知一回 这一次 老丞相并没有给八王面子 轻轻避开了他的搀扶 语气坚持 王上做糊涂事之前 也不与老朽这个成长商议 留老朽何用啊 八王心中一礼 暗尊早上 才吩咐暗影办的事情 不应该这么快 传到丞相耳中 可除了这个 他也没有别的事情瞒着了呀 想着 八王不由问道 丞相 所指何事 老丞相冷冷地说 难道不是王上派人去截杀秦史 蜀国国书都已然递到暗头了 还想骗老朽不成吗 八王隐隐意识到什么 可是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 心里最担忧的 却是眼下八国内忧外患 几倍顿时冒出一层冷汗 急便道 寡人并未做此婚事啊 老丞相看他神色 也相信了几分 八王情急之下 连忙扶老丞相坐下 不敢隐瞒地 将祭祀的事情都细细说了出来 老丞相自然也能看出此事 是早有人推波助澜 但他可是反物党的领头人物 这整个八国 就属他最恨那些大巫 甚至连八王想除掉大巫的决心 也多少有几分是受他影响 这恩怨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了 老丞相有三个儿子 早年那两个战死沙场 眼看就要断了香火 好在上苍垂帘 在近四十岁的时候 又赐了一子 他自然宝贝得很 这儿子也很替他争气 虽然在溺爱中长大 难得十分聪慧 性子也极好 十七岁那年娶了妻 一年后 育有一对双生子 这是天大的喜事 他觉得上天待他不薄 连他子嗣单薄 才如此恩慈 这对双生子长到两岁时 量中城外突发瘟疫 就是那么恰巧 在半个月以前 老丞相的儿媳妇 曾带着这对双生子 去郊外玩过 这年头双生子本就稀奇 能养活的也不多 因此人们印象深刻 当那些大巫问起 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时 自然也就一并说了 谁知 十二巫就一口咬定 双生子是妖孽 只要是大巫说的事情 没有人敢反对 老丞相当年 已经身居高位 但他深深明白 一己之力 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所以便决心 将此抽谨记于心 日后图谋 再报复 那一日的情形 深深地刻在 老丞相的脑海里 两个活泼可爱的孙子 被绑在邢台的同柱上 在烈火堆里 哭喊嘱咐 圣生把他的心都撕碎 随着孩子 一并烧成灰烬了 而媳妇受不住打击 当夜便投还自己 唯一的儿子 怨恨得身居高位 却丝毫不顾惜孙子性命 连一句情都不肯求 便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致死不肯相见 这笔血仇 这笔血仇 如何能补报 丞相 八王见他神色僵硬 气息也渐渐不匀 焦急地唤道 无事 无事 老丞相回过神来 深吸了一口气 目露金光 王上放手去坐 至于蜀锅 有老朽卧旋 保证一时半会儿 打不起来 以往巴蜀之事 全由丞相斡旋 从未出过差错 八王听见他的承诺 不禁松了口气 他知道 许多年前那件事情 更知道老丞相恨大悟 所以这些年来 越来越倚重他 可惜 也许是这些年 老丞相把恨 掩藏得太好 所以八王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笔报复起来 不计代价的血海深仇 而且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 报处的心 也越来越急切 随着小哥这场秘议 随后在极度信奉神明的国度 掀起了一个滔天巨浪 人们信奉大悟 究其原因 是因为他们 充当了与神沟通的使者 而不是信奉他们本身 而这次的传言 却关系到了神明 人们开始质疑大悟 认为就算是误杀了顺帝转世 也必须要以死 向神明请罪才行 短短时日 举国上下 已经有不计其数的人 请求八王做主 裁决此事 八国丞相 在和蜀国交涉中 也是下了血本 一口气 画出七个城池 八蜀地区多山 连年征战 导致人口也不是很多 七个城池 对八国来说 已经是极限了 蜀王看着那块肥沃的土地 有些动摇 这时 张一立刻提出返回秦国 在走之前 求见了蜀王一回 所说的话并不多 可是句句掐在要害上 最后临别一刻 刚是眼面痛哭 背乎美人戏楚楚 那个楚楚动人的美女 多可悲啊 被截到八国 肯定会被八王灵性 八王后又善渡 注定是红颜薄命的结局啊 极为隐晦婉转的一句话 但蜀王听懂了张一 那句感叹背后的种种意思 回宫之后 看见自己为子昭所见的 精美楼阁 看见那幅美人出玉图 又想起自己 日日夜夜的期盼 一切负面情绪 轻刻爆发 转身就召集群臣商议 攻打八国之事 这时又传来八国内乱的消息 蜀王恨不能登高仰天大笑 真是天助踏蜀 这一场罕见的春雨终于停了 但是八蜀之地真正的狂风暴雨 才刚刚开始 伊令从急雨恶变的伤口上 刮掉腐肉重新包扎 但是高烧持续不退 宋初一每日处理完事物 便守在他踏边 连续六日不曾好好休息 宋初一原本就消瘦的身子 越发如竹节一般 风扬起宽秀大袍 仿佛能乘风而去 索性给予的情况 渐渐有所好转 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 让宋初一总算稍微松了口气 而短短几天 八蜀已经乱象横生 蜀王起初决定攻打八国 多半是因着一时之气 但八国之中内乱未稳 蜀国挥军直下 一口气几乎逼到量中 这是八蜀对峙中 从来没有过的胜利 因此蜀国上下欢欣鼓舞 下定决心要一股作气灭了八国 索性暂时放弃了对茶国施压 全力灭八 只要灭得八国 取去一个茶国 算个甚 茶国虽只是蜀国的一个小附属国 但是占据土地肥沃 最为富庶的汉中地区 国力也不容小觑 若非迟迟攻不下来 蜀国也不会一直放着他 在那里碍眼 茶国终于在蜀国 攻打八国的空气 喘了一口气 但茶侯一直坠坠不安地 关注战局 亦听说蜀军直逼量中 心中大害 倘若八国被灭 茶国绝对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 这个三国鼎立的局面 绝不可以被打破 这时 八国丞相派来的使者 抵达茶国 请求一起抵御强敌 几番思虑之下 茶侯立刻发兵 在蜀国背后捅了一刀子 这一举动 算是彻底激怒了蜀王 三国掐得如火如荼 掰扯不清 早已经将开阵的原因 抛之脑后了 茶国的国力 到底是比八鼠弱一些 连续两个月的混战 颓势已经十分明显 但一向与之交好的八国 沐县已经自顾不暇 根本腾不出手来救援 茶侯不得已 只能想着向外求援 而距离他最近的 就是秦国 于是五月中旬 茶国派出使者携带 石车金银财物 急奔秦国求援兵 八国兵力此时 已经着金剑轴 又被大巫之乱所扰 整个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八王树茶侯的启发 也想到请外援 山东几国暂且不说 原水解不了尽可 究竟的话 就只有楚国 魏国和秦国 楚国这个庞然大悟 一直对八国虎视眈眈 早就有吞并之心 数百年来交战 从未停止过 前不久 还被他狠咬了一口 所以八王想也未想 便将楚国排除了 至于魏国 魏王也是野心勃勃之人 而且魏国从安逸迁到大梁 路途遥遥 这一来一回等援兵到了之后 说不定蜀军已经冲破了量中 相对之下 秦国一向被山东诸国 视为满族 而且几十年来被一个魏国打得 几乎无还手之力 近十年来才挣扎着有些起色 若是求外援的话 秦国看起来最合适不过了 巴蜀之地多天险 所以不像中原的城池一样 竟有高带的城墙防护 外人对这些天险束手无策 但八国和蜀国的气候 地形相差无击 照着这样的速度 不过半个月量中就要沦陷 容不得八王多想 立刻护送使者杀出重围 奔向齐国求救 蜀王一看两国都向秦国求救 心想万一秦国贪图两国的大理 真的出兵救援 哪怕就出个三万人也是会坏事 其实要不是八国内乱 蜀国根本没有实力以一敌二 就算现在看似占了上风 却实际已经渐渐的厚力不济 眼见大军就驻扎在距离量中城外十里 只要再加一把劲就能破八国都城 蜀王纵是一向匈无大志 也抵不过这个诱惑 蜀王想着 秦蜀刚刚建立通商不久 总算有点邦交之情 于是也令使者 带上二十车金银财宝 去求援兵 并且承诺等到统一八蜀之后 每年都会向秦国纳贡 秦国咸阳宫 嬴四在偏殿秘密接见了蜀国使者 蜀王给出的回报 倒是十分丰厚 嬴四心里冷笑 纳贡 若是蜀国一局统一八蜀 不想着进犯秦国 就已经算是很道义的了 蜀国使臣听闻他的话 细形于色 秦宫的意思是 君上客亲来了 请他进来 房门打开 一袭青灰色广秀大袍的张仪 走了进来 现过君上 嬴四将国书往前推了推 张子如何看 那是连忙将国书捧到张仪面前 张仪展开国书 仔细看完一遍拱手说道 秦蜀有通商之意 既然蜀王有求 理应出兵相助 说吧 又愤然道 臣上次出使蜀国 半途竟遭八国截杀 只是无视我大清 此仇不报 大清严命何存 使臣代表的是国家 八国肆意截杀自然不是小事 张仪曾经两次出使蜀国 那蜀臣认得他 听闻张仪指责八国卑鄙 不禁暗喜 不错 嬴四看向蜀国使臣说 不知蜀王欲借兵多少 八万 八万已经不少了 蜀王也担心借太多 反会被秦军制肘 但考虑到秦军不知八蜀道路 若是没有蜀军指引 再多也只是无头苍蝇 成不了什么气候 所以才大胆开口 张仪愣了一下 使者应知道 我军刚刚与魏国一场恶战 虽然打得胜仗 但着实损了不少元气 八万人实在有些多了 蜀国使臣一听如此 觉得秦国的确没有什么不轨的心思 于是说道 外臣虽必局异于 却也听说秦魏最近一战 秦国突卫军就有八万 魏国此番元气大伤 近段时间绝不敢再犯 八万人马对于秦国来说 也不算太多吧 这件事情震动天下 只要入秦 轻易便能打听到 如此大规模的徒军 有些害人听闻 不过秦魏诉愁 上上代君主更是死于秦魏战场 秦几乎被卫灭国 如今秦国强大 突抹报复也在秦里之中 对于这件事情 列国倒是没有多少意义 善 你回兵蜀王 秦国愿意出兵八万 但请蜀王不要忘记承诺 使臣大喜 躬身说道 秦公万罪 这相打发了蜀国 张一又忙着 跑去安查巴两国使臣的心 当着两位使臣的面 愤然指责当初 蜀王对秦公十分无礼 不将秦国尊严放在眼里 这会儿厚颜过来求援 秦国是绝不会答应的 如今表面上 答应蜀国 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万一秦国一旦不答应 蜀国秦籍之下 强攻两国 气不弄巧成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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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